如果这些世界的灵修 希特勒也好 穆斯尼尼也好 要拿这么多五万亿美金去到处布施 他是世界上的大王 我都拥护他了 用战争不能达到目的 用爱心 用布施就达到目的 你看韩战 总共花了180亿美元 有没有解决问题 如果这180亿美元 无条件援助韩国 韩国人见到美国人 还不喊爸爸 这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吧 哪有不听话的道理呢 是打仗不能解决问题啊 越战更可怕 时间拖了二十多年 总共花了180亿美元 不是180亿 1800亿 花这么多钱啊 1800亿美元 要无条件送给这个南北约 越南人见到美国人 喊老子 所以中国也要想得 真诚的爱心 无条件的布施 帮助人 能解决问题 用战争 用手段 用谋略 解决不了问题 只有造罪业 把问题 把问题搞复杂了 搞困难 所以 佛家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大家好好记住这两句话 真正解决问题 真诚的爱心 无条件的帮助 帮助人 不要附带很多条件 附带很多条件 你那个帮助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人家心里不服 无条件的人 信佛 口服 所以 竞争 这两个字 在佛法里头 没有 中国儒家里 也没有 如佛教给我们 忍让 哪有竞争 真点 让一步 海阔天空 如果说 现在说 不见真就活不下去 我不相信 我不 不见真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我活得很好啊 活得很快乐 我觉得这个世间人 没有比我更快乐的人 为什么呢 没有真 没有求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